歌手徐仁英因邪闭眼回归舞台,他变得更加成熟,坚强地转身回来说,我只是想通过歌曲慢慢走近大众。 徐仁英8月2日正午发布了新单曲《闭上眼睛》,在此之前,7月1日,在首尔江南区的一家海洋大厦进行的采访中,他以歌词也可以带着心意,传达真心的新曲回到了现场,一边唱歌,心情很愉快,很高兴。 新曲闭上眼,是一首抒情曲,讲述了一个独自爱之的人,独自经历痛苦单相思的感情,为了忘却,越来越清晰的歌词,让人觉得更加清晰,更加思念。 这句话让人听了耳朵失准了,火热的夏日,以清凉的气氛回归舞台,他凭借正统的抒情歌,堂堂正正地加入了2018韩国夏季歌谣大战。 他说,我认为这次一定要唱抒情歌,回想起来,期间也在炎热的时候发表过抒情歌,这段时间如果想做的话,会考虑到大众性,于是向朋友们征求了建议,腼腆地笑了起来,补充说,一边休息一边思考了很多,我不想埋怨别人,只是想埋怨自己,我都觉得自己受我的责任,一直以来都想自己过日子,所以不想外出, 真心希望专注于唱歌,让大家听听我的歌声,他还补充道,本来打算在六月末回归舞台,想要唱得很清淡,为了体现符合我的氛围,所以修改了歌词。 时隔两年回归歌坛的徐仁英感激地说,多亏了朋友,一起公事的工作人员等周围人的细心关怀。 他说,休息期间学到了周围人的珍贵,我不是故意的,我的想法不是很好,所以很容易引起误会,事实初期,我也不知何处何从,但是多亏了朋友们的关照。 歌曲也重新开始了,新的经纪公司的合约和签约也在签约后,毫无顾忌地回来了。 对于单张专辑发售仅剩一首的提问,徐仁英回答说,现在开始了,接着补充道,这次专辑轻注了心血,认为自己慢慢开始了,正在考虑今后的方向,虽然喜欢挑战,但我想继续寻找自己独有的新风格。 徐仁英曾在今年四月出演了JTBC综艺节目2&Project Shuderman 2,当时Juori凭借1.10出道前,就掀起了当时的人气。 徐仁英说,One of time不仅是粉丝们,也是大众们长期以来,深受大众喜爱的歌曲。 最近因为音乐出现了很多,而且很快就会被慢慢离忘,所以也有点可惜,希望能像以前一样,做出让更多人喜爱的歌曲。 另外,还有部分人否定,那当时徐仁英是否出演了Shuderman? 徐仁英在去年一月拍摄的JTBC与你一起度过二到四的时候,在设置堵骂人的视频曝光,引发了韩国广大网友们的争议,因此中断了活动,度过了自我反省的时间。 他说,我从来没有想过出演Shuderman 2,这一部分不应该忘记,而是承认了错误的行为。 我想一辈子不要忘记,我想在徐仁英的人生中进一步成熟,即使时间不长,大众也会不知不觉间了解到我的真心。 最后他说道,不管是什么歌曲,只要有很多题材的取材,大家都会觉得听起来津津有味吗?真是万幸,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